开创了这一切的老人 却将更大的期望 寄托给更年轻的跨世纪领导人 1989年11月9日 江泽民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 新的军委主席 即将卸任退休的邓小平 此时一语重前进 我由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中 为核心的当中 是全党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确定的 他是国家的 兄弟主席 因为他是国家的 当地主书记 如果说毛泽东为核心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 是在革命与战争的背景下 形成了建军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 奠定了新时期的精兵之路 那么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面临的是变幻复杂的国际新格局 1990年 在世界天平上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重要码码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促使各国争先恐后的 将发展尖端科技 视为增强军事实力的核心 军事斗争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实力的强弱 90年代初 对世界军事实影响深刻的一场局部战争 只进行了短短40天 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 对伊拉克发起了一场迅雷闪电般的 高科技军事打击 超视距制导武器 高性能作战飞机 先进侦察夜市装备 自动化指挥系统 使伊军完全处于瘫痪挨打的地位 这场龟片对钢片的战争 完全超越了常规作战的规则 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也引起了中国军人的惊醒和思考 我军武器装备和官兵所有的局面 已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必须应对挑战 奋起追赶 面对战争这种临战准备状态 或者是说是一种权益性 随机性的建设状态 转变到和平时期 军队建设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 正常轨道上来 据此邓小平毅然宣布 中国军队要裁减原额100万 他还断然表示 即使战争要爆发 我们也要消肿 中国单方面主动裁军 100万的消息 轰动了被军备竞赛困扰着的世界 媒体争相报道 同时怀疑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人真能说到做到吗 深圳 这座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 当年就曾接纳了两万名 被裁减的原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官兵 当时接到集体尊严 这个命令以后 我们心里头还是 感到有点失落感 到了部队干了这么多年 因为部队说过上学提干 对部队确实有很深厚的感情 你下了车以后 在北战一下车以后 到处是黄山 吹风下雨 那房子一会儿已经吹掉了 这是条件相当坚固 就是说当时来 大家都没想到 部队 那么有部队的方式传统 那么现在这帮人 他们来了以后就是说 从工作上像部队一样 说干就干 中央军委委员已经定了 我们就是说从过来来讲 肯定是要服从 和军营相比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一切要从头学起 这些昨天的士兵 如今在新的阵地上 续写自己的历史 这一次部队转移的计划以后 伴随着特区的发展 这一次部队也在不断地成长 壮大发展 现在可以说 已经成了深圳一次 具体轻重的施工力量 骨干力量 我们来的时候 最早的建筑是前面的 那个深圳市电子大厦 是最早的一个建筑 当时是深圳市最高的 20层 从第一栋高楼到今天 已有成百状高楼 在他们手中升起 百万裁军这一重大战略举措 对特区的崛起 对国际民生 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全国车军 比如说一百万也好 就是我们系统 我们基建工资民族是几十万 这样的话 减轻了国家负担 这是一 而我们改为地方协议后 就是为国家缓过来 创造了很多的残户 这一次部队 由于展业的地方 相对地比较稳定 大家也比较安心 所以企业进幅也快 景地效益也高 职工收入也好 所以大家都在大欢喜 1985年被称为中国裁军年 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 总部机关人员精简近一半 原来的11个大军区 精简合并成7个 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 人民解放军兵员总额 从1975年高峰时的661万 减到1985年的300万 这说明了我们军队的统治 还是从全局 从大局 轨迹的大局 从轨迹的大局 作严来看问题的 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来临时 中国已从总体上 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 邓小平说 百万裁军是中国有力量 有信心的表现 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对维护世界和平 做出贡献 当然 关心中国军队的人们不无担心 如此大规模的裁军 会不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细心的外国军事观察家们 很快就注意到 在中国百万大裁军的舞台上 演练的并非是简单的大简源 而是战略性结构调整 全军减少了大军区和区关的数量 却增加了陆军航空兵部队 海军舰载机部队 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 他们一一填补了我军编制上的空白 撤销了铁道兵 基建工程兵等兵种 却首次组建了 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集团军内特种兵成分 首次超过了步兵 开始走向摩托化 机械化 电子化 集团军是适应现代条件下 作战的一种新型的陆军战役军团 主建集团军是中央军委 根据新世纪军事发展战略 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做出的重大决策 他由过去以步兵为主的地面作战力量 逐步发展成为合成程度比较高的 具有空地打击能力的 一种新型的作战力量 这是一支在战争年代与建齐功的英雄部队 抗美援朝战争中曾被冠以万岁军的荣誉称号 如今在战略大调整中 他们又一次成为我国现代化合成集团军的代表 雄狮禁律锐不可挡 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表明 经过大裁军走上精兵之路的中国军队 质量上已经攀升了一个新台阶 怀仁堂 43年前毛泽东在这里亲自向共和国的十位元帅受贤 1988年9月 还是在这里 17位戎马一生的高级将领 成为共和国新一代上将 洪学智将军 1955年我军第一次受贤时 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8年他再次备受上将军衔 说起军衔制 老将军别有感慨 84年到美国防问 美国许多人都问我 这时候你们总归为什么不实行军衔 是不是 我说总归根据总归人案例是条件 他们都讲 全世界都实行军衔 你们不实行军衔 我们不可理解他 军衔制度是一项国际性的现代军衔制度 我军实行的新的军衔制 有利于规范干部管理体系 随着军衔的提升 优秀的军官 恪守天职 赢得荣誉 组成新型军队的指挥重建 所以小平提出的第一条讲现代化 所以这个军衔的现代化 这样还很需要 第二条面讲到了正规化 所以我们的官方军不是游击队 是不是 要正规化 另外实行军衔 而就是对部队干部干人家 是很大的鼓舞和扁策 从1988年至今整整十年间 新军衔制度已使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的军官脱颖而出 形成梯队 肩负起魏国强军的光荣使命 11个春去秋来 改革振兴了军队 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